天小满和白铃怎么样了 田小满和白铃怎么样了 已经没什么事了 现在南京方面催得很紧 要赶紧把这个案子给接来 那如何阻止白铃 现在杀了他太可惜了 他是朱镜涛案的唯一线索 我还想放程县钓大鱼 少总 不如属下给您出一个主意 您把它许给我 我给带家去 二十四小时贴身监视 保证把这条大鱼给您钓出来 前副队长 我倒是很想成全你 可是田小满对白铃用情置身 白铃对他也是痴情难改 强扭的瓜不甜呢 是 少总 可是田小满 不过 机会总是会有的 就看你想不想要了 想 想 想 太想了 什么 什么机会啊 我准备释放白铃 我准备释放白铃 以后他的一举一动呢 全由你来监控 好好 好好 试试 朱镜明白 一定完成这种 少总 咱们就这么释放白铃 怎么给南枕招待 找两个替罪羊 把案子给结了 你都看不见到 不利 这种病 这个病 这个病 你要密集和你给他 好 有情况 及时跟我说 还有啊 药也不要给他用得太多 他现在的病 他醒了 醒了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医院 你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休息几天就可以康复了 另外一个人呢 您说的是那位女士吗 她正都比你深 我们正在抢救呢 那你好好休息吧 这些药要给她准备好 提醒她 药二十出药 这样的话她恢复得会快一些 懂了吗 先生 先生 你不能乱动 你现在要注意休息 先生 先生 你要去哪儿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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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别说话 多休息 能够躲过剧毒戒色气 已经是奇迹了 对不起 小马 让你被我吃苦受罪 胡说 要怪 也怪我没保护好你 小马 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我却什么都给不了你 不知道 我却什么都给你 结果被发现了 这个唐天琪 看来是误一步的这个局 那小满他现在怎么样了 唐天琪把小满和白灵 关进了毒气室 利用白灵和小满的感情 来逼迫他们 说出真正的身份 白灵没有死 没有 那他们现在 有没有脱离危险呢 估计是唐天琪 现在还没死心 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不知道这个唐天琪 接下来要耍什么手段 孝总 谁问得怎么样了 已经脚带了 你们是什么人 剧头 在于田镇 还有没有痛苦 曾经还有一个负责人 谁 卓锦涛 小组 经过山顺 旧政党死后 他们密码实施了活着这样 另外 他们已经认为 旧政党的四根白灵有关系 为了保护 他们利用职务之便 在当天民送给白灵的 小滞中放了毒药 请阻止白灵有此地 比较口有他人 基本符合这件事情的逻辑 何天孝总 你认为呢 夏专绍绍的工作能力 令我纪备 夏专绍绍 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我会写一份详细的报告 递交给南京 到时候 还请和田医生我的公务 至于这两个军统 明日枪决 我会写一份详绍的 提供的 南京卻解決我現在的問題 稲田少佐 大量的力量 我這樣做 我為了解釋 便宜為了 目的 蛇被人別人 我猜猜猜猜猜猜猜 Customs S U N S 市扣 B 6 400 可以继续留在县政府宫舟 为什么 还为什么为什么呀 邵总还能骗你呀 你看你最近都呆傻了 我们抓到了两名军团特务 很多事情都已经真相大白 今天中午要求他们知道 我特意过来接二位去刑场看看 走吧 你那认罪吗 干吗呢 邵总 我来拉干水的 拉干水的 是是是 娘的拉干水躲这里干嘛 晚上吃得不对劲 闹肚子 趁着找个毛房 我看你吃干水吧 找什么毛房 往你家同里拉 是是是 拉完就走 拉完就走 经过多日调查 劫车案 还有监狱案终于水落石出 玉锦袁小丽 吴有才 为两起案件的主谋 他们实施劫车 救走多名一犯 前日夜里 他们再次密谋破坏行动 被我军特工当场擒货 有烟吗 有烟吗 来 您留着吧 不是啥好烟 忙你的去吧 是 他们拒绝交代罪行 企图咬蛇自尽 险些丧命 现已证实 他们俩 为国民党的军统特务 特此结案 执行枪决 以示名众 等等 拿机避来 你有什么话要告诉太军 让我下车来吧 是 有什么嘱饭 还有什么则 有什么嘱饭 他就说 我 Cum 已到最后 Mongo 公道 吃饭 死到临头了 还敢戏弄黄军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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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尔我打赛 田律长 送他们一程 何谦少总 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我实在搞不明白 为什么让我来枪毙他们 这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可是军领如山 我必须做出我的选择 既然我执行不了你的命令 那我甘愿说 难道你们 我可没有 完全有十分之短 你想赴 虽然我得 这奸 这奸 仍然你 想赴 会 我 和我们环军合作 我感到很欣慰呀 两位兄弟一路好走 下辈子别做罕见走狗 这位兄弟一路好 天队长 潜伏队长 你们缓红的时候 到陈郊护送殷输队进场 进场之后先到针区队出场 记住 务必配合环军做好安保工作 下去准备吧 是 阿贝君 你把精英招待 去守住 你找到了吗 是 少佐 你把你带来 小曼 小曼 你们回来了 小曼身体好点没有 你练色这么差 要好好休息啊 小曼 小马还有事向您汇报 坐 好 小曼 你们这么着急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是的 上级有个重要的情况 正好小马在这儿 我就一并传达了 什么重要情况 是这样的 前天我们收到情报 日军运输队将进入泥田镇 上级派我们要搞清楚这次目的 小曼 研究室我让你注意 最近有没有日军的军需物资要运过来 我正打算向你汇报这个情况 何田让我和那个前一飞 到郊外护送日军运输队进城 我感觉 这件事是关注的 这批是什么物资 不清楚 根据情报提供 这次运输队全由日军押运 这里面肯定有大文章 上级让我们配合完成这次任务 对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游戏队员来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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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任务我去吧 小曼 你现在要掩护好自己的身份 从敌人那儿获取 更多情报是你的任务 小曼 老七说得对 敌后的工作很重要 现在敌人太狡猾了 一定要做好对小曼卧底的掩护 小曼 你一定要注意 放心吧 我会健身的 刚刚小曼告诉我了 说日军的运输队 今天下午要到达余天镇了 那我带水生他们到城外去调查一下 小曼 你别去 让水生和来福他们去调查一下 把那个日军撤退的大概情况 做一个了解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轻举妄动 好 好 走吧 走了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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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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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进 周县长 白小姐 来来来 请坐 我给你倒茶 不用了 不用了 周县长 您太客气了 我今天来 是来向您报到的 夏川少佐跟我打过招呼了 要您以后继续在县政府工作 我也安排好了 以后啊 你做数据员的工作吧 行 那县长让您费心了 白玲啊 要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好 那周县长 您先忙 我不打扰您了 我告诉你 好 小姐 药车吗 不用 转药出海 去趟承夕 好嘞 您上车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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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要出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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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还不是我们的人 千万不要告诉田小曼 你有撤离 小曼 如果有一天 我离开于田镇了 你会想我吗 离开于田镇 白灵 怎么了 没有 我就随便你说 我就是觉得 聚散离合 身不由己 可能我们都要习惯 面与这样的安排 对了 小曼 明天我想出城 去给我父母上坟 我会一天 振这么久了 都还没去那儿 看过他们呢 出城 白灵 你现在根本 不可能出城 那你能带我出去吗 我也没法带你出去 现在只有和田和唐天极 才有这个权限 那秦英飞呢 我送你回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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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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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进来的 你的门没关呢 干了一天了 有什么情况啊 没什么情况 白灵晚上 跟田小满在一起喝咖啡 喝完之后 田小满就把白灵送回家了 田小满 对 白灵今天 就跟田小满在一起 没跟其他人接触过 我们要来 我先来 跟田小满在一起 我看着他 好 我看着他 我看着他 白玲 您请进 好 梁儿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你这不是刚出院吗 我来看看你 好 说明来看看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呀 没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要睡了 你回去吧 白玲 灵儿 你真的觉得 这次你能平安地出狱 是你的命大 还是你认为 是田宵满在暗中帮你的 实话告诉你吧 如果不是我在夏川少佐面前 帮你周旋的话 你的命早就没了 那这么说 我要谢谢你了 谢不谢的这句话 不想听 我只想告诉你 我对你的一片心意 那个田宵满的到底有什么好的 她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应该能看清局势吗 明天你设法出城 我们在城外接应你 可我现在根本就出不了城 那您带我出去吗 我也没法带你出去 那秦英妃呢 是 只要你能够接受我 我什么都不在乎 真的 那你刚才说的 有事情可以帮我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我眼下就有件事情 需要你帮忙 行 什么事 明天早上送我出城 我要去给我父母上坟 上坟 你看 我离开玉天真都这么久了 这次回来 你一直没有机会去 现在好不容易 可以去看看我父母了 我要是再不去的话 这心里真是不安 行 百善效违先 这往我一定帮你 什么时候 明天一早 你来歇会 好 那咱们明天见 我走吧 再见 小满 如果有一天 我离开玉田镇了 你会想我吗 离开玉田镇 白灵 怎么了 没有 我就随便一说 我就是觉得 聚散礼盒 身不由己 可能我们都要习惯 命运这样的安排 我 老七 我明白 因为调查鬼子 运来的物资 水深和来福牺牲了 小满 您回去后 尽快调查一下 日本人运来的物资 到底是什么 好的 我知道 夫人 您这是要出远门吗 不是的 我去给我父母上坟 那我陪您一起去吧 不用了 有人敲门 我去 来了 我妈 前副队长来了 灵儿 我来接你来吧 车就在外面 好 来 我来 这么多东西啊 我给我父母带了点纸钱 好 好 走啦 王妈 慢走啊 路上一定要晓得 着急 对 好 陈门 灵儿 大家 在我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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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